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几共心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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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哈啰哈啰 大家好 好 今天是2023年5月13日 道别专子 就是5月12日时候 明报专子的专栏 去到星期日嘛 还有几天看 大家扯行扯珍惜 好厉害喔 玻璃窗外面 你会依稀地看到车的轮廓 比对的 大家都知道 可能因为专子的创作太多 公共图书馆就 有凡书坑虞 将很多不同的专子的作品 全部下架 但是有一间书店 就叫做下架书店 就开在打对堂鼓 开在公共图书馆旁 就有很多的市民 走上去帮衬 你见到人山人海 隐世书室 没有那么张扬的 而公共图书馆里面 有时你又要看下笔竹 有个阿伯 应该不是长头发 就是在闭眼睡 有几个可能的 第一个可能就是 专志想说的是 公共图书馆很少人 所以很宁静 有增保 环境好 安静环保 冬枝冷气 我不记得了 日本牌子名 冷气机广告非常宁静 睡得很舒适 你没说的 迟下那些两蚊团 你放他不会去公共图书馆 凉冷气吗 不知道是不是要招呼他们 所以极速下架 免得他们看到些不知什么 哎呀 公共图书馆惨租独首 这个其实国内都有的 等一下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件事情 馮涌怎么看 旁边有一家理发店 很地道的专志笔竹 以往在内地的时候 你的书禁了的话 那些人就去找那些禁书看啊 所以后期呢 有一个目录的 哇 真是 倚天剑屠龙刀啊 那个目录呢 就记载着所有禁书的项目是什么 结果连那张禁书单呢 都禁了 就是你要禁了那个禁书单 稍然无畏啊 那跟着一路禁下去 你要禁了 写着禁书单是禁书的那张禁书单 一路这样下 是吧 讲笑 Anyway 下架书 所以奇门约屎 当然啦 除了MIRROR之外 MIRROR这些 不会影响大家生活的嘛 人类都是会对自己的生活关切的 所以到底政权收了些什么秘密呢 他们都会很想知道 但是 大家呢 那个利益 就会是冲突的 所以政权就很喜欢收了些秘密 禁止你们知道 你真是要找问米捐回来问米才行 那一方面感到远色啦 是吧 大家的下一代 有些书已经 没得再看了 我觉得专子这些绝对一致 还有好像王子华画头 他那些东督笑是不是有时代性的嘛 过了这么久了 尊子的漫画是记载着时代的变迁的 还是我们要老土唱一句啊 无论有几多变迁 何必诸多挂轻 过了今天再有一天 又有几个十年 命运是做个预算 事实是自我去骗 无谓去找个道理把我欺骗 那饼强和问米捐啊 当然就 诸多借口啦 又说什么言论自由不代表一切啊 那些 大家知道啊 市场曝光度来说 永远都是的了 跟凤姐牛肉饭一样的 他就要倒閉 其他那些奇门弱屎 香港人是很醒目的 就算不公开反对你 他们都懂得 你这样下去不行的 亦所以很多时候呢 一些揭露政权的媒体 会有他的存在价值 存在意义 那我们这些禅院中生的 做一日和尚 敲一日忠 就是为了不要给他灭声 那意思的 海阔天空 Anyway 那今回我们就看一下 馮欺权 馮涌 怎样去说这件事 变了undertaker 我们这些 因为炳强就说 你那些不是基于事实 什么叫基于事实 其实很难说的 炳强是不是一只狗呢 基于事实的话 你就会说是的 所以很难 很难做 有时候有些东西 你真是 哎 强人所难 有个强字 鄧炳强人所难 馮欺权 是这样讲到的 要画到白痴都明 不如就放弃批评啦 那又对 而且都不需要 entertain那些人 你洗鬼 cater那帮蓝丝 是吧 哇 要送尿片 他们洗的了 都不知道有没有大小 二变袁国勇 整班都尿不湿 凤熙权地说到保安局的阿炳强 回应尊子漫画庭刊 和记协声明 哇 还大只说 在这里说谴责记协的谴责 炳强就说到政府是乐意接受批评 不觉得咯 你有多乐意啊 送钱阿尊子洗咯 人家批评你你送钱他洗 那就乐意了 但是他就说到 批评必须见基于事实 不能以误导性指控而抹黑政府 其实一直以误导性指控抹黑尊子的就是那些现任和过气的港官 一个新鲜滚热的例子就是仁酒茶梁振英对尊子的评论 振兴英国就说到尊子的漫画特色就是不基于事实 唯尊子独尊 他就是说到自由创作这些东西是不受到别人批改 这里拆开讲一点大家有没有看过收拍啊 逆作衰仔乐园 那时候呢 有个剧本 接着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呢 那个名字都是粗言维语来的 很肥的那只 很肥的那只是哪一只啊 那他呢 就在那里写那个稿件啦 荷里活那些吧 然后后面有个党官 他写一句他又改一句 写一句又改一句 那这些就不是为他独尊 是吧 为另一个独尊 你不给他独尊的话呢 你就是独尊的了 那么多独尊 起一间独屋出来啊 有时令人感到呢 好像熟山剑合选 有时真是要重独啊 熟山剑合选 被幽传侵占了之后 鬼上身啊 哎呀 灵山的灵气走失了 结果剩下的鹅微弟子 似乎还猪流主才是 最熟悉这些苏维哀的人物啊 还是他有预知梦呢 真是不得而知啊 好了 讲回馮涌讲的先 以明报漫画为例 尊子就描绘有导游带旅行团 就说走多六小时就可以吃快餐啦 Fast food 于是附仁酒茶梁振英就说到了 不相信香港有任何旅行团会这么做 他那些烈食团啊 我开间旅行团真的这么做呢 不就给钱我先 更何况啦 走六小时 有回水 他们走多少都制啦 那帮这样的烈食团 是不是啊 还要大撕烟 另外 馮涌又提到 饼强 汶米娟等人啊 就诬蔑专止漫画不符事实 大底都像梁振英方式解读的啦 馮涌就说到了 即使智力是轻道有问题的人士 他直称的 四个字的而已 轻道什么什么 他括好已经对不住大家的了 抱歉 拿港官来比议 很可能呢 是 侮辱了某些人士 不过不是那些港官 总之是轻道人士啦 那又对啊 我们都要加回危老先生的故事 那句的嘛 他绝对没有说过 什么刘银上车可以相信 共产党万万不能相信 为什么 要给回个尊重刘银的嘛 你这么说是对不住刘银啊 那这里引用馮涌的原句啦 他说轻道人士 夹不到讽刺要点 就情有可原啦 因为轻道嘛 但要求漫画这些东西百分百真实 就简直轻道得无法原谅啊 那又对啊 什么叫漫画才行的 讽刺漫画的要点就是 将某些的缺点去夸大它 而夸大它的时候呢 于是乎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 啊 会变成些什么样态 从而呢 就令到你啊 想一想 不要再做 那样解 这道尊子是好拿到个要点的 走六小时为了吃快餐 而且到奇门约市那里厉害啊 你劣质到不痕啦 引入这些这样的旅行团啊 馮涌的说法就是 智力正常的话都会知道啊 尊子漫画 只在讽刺那些廉价旅行团 描绘那种被港鸭仔没饅好吃 行情无聊自讨苦吃的状况 词汇十分丰富啊 漫画将旅行团呢就形容为长征啊 啊原来有这个字 十万八千里啊也是共产党术语啊 但是这些所谓的长征 有名啊无实 不过行字啊 要步行六个小时去尖沙咀 正常人都知道不是事实来的啦 看下你哪里行啊 作者只是夸大了辛苦的程度 令人发笑的而已 然而尊子有没有事实根据啊 有啊 哎 逢庸给数据了 近日中国大陆的来港团 54%是断费500元人民币以下的 立法会议员林健峰表示 内地出现标榜延价的仿港旅行团 部分旅客近被带往参观公屋 断餐 质素参差五一黄金周期间呢 有旅客报清 每日去同一餐厅 每餐饭都去 吃同一样的食物 那有什么问题呢 即是如果同一日都是法国大餐有制的啊 是吧 anyway 担心影响香港女业形象的啊 你放心啦 不会影响到的 你有形象的吗 逢庸就说到啦 关于讽刺漫画底线问题呢 去年 既然写过一次 今年再说多一次啦 就是美国的著名案例 Yokty V. Chandler 1968年 而洛杉矶时报就看出一幅漫画 描估洛杉矶市长那时候是Sam Yokty Sam Yokty自称博偉任为国防部长 一群医护啊 就带着紧身衣接他走 紧身衣的意思是 找那些木戴依的白条呢 围住他那些 原来 Yokty那时候呢 是对外宣称他想担任国防部长 那这幅讽刺漫画当然就是说啦 你痴心妄想啊 类似啦 而洛杉矶时报很明显就认为啦 他是无法声音 所以先用漫画讽刺他妄想 结果Yokty就好像香港官员那样 老修成怒 哼 这么小气 粉仪控告出版者 这位是Chandler 所以这个叫Yokty V. Chandler On 那V字就是 对抗那些意思啦 对女 对阵 Stand off 那这里呢 老修成怒的Yokty 是控告这个漫画家诽谤 将他描绘成轻道人士 那1970年时候 美国法院裁定指控不成立 因为 是这样的 即是他 除非要证明自己是轻道人士 因为任何名理的人 都不会以为漫画是描述 Yokty市长 是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No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interpret the cartoon as a report that Mayor Yokty was infatmentally disranged or insane 即是除非你刻意要证明自己是啦 但是法院受不受理一个 这么烟声的人去控告其他人就不知道啦 你证明到的时候结果你就 lost了个case 你证明不到的时候你又lost了个case 这样咯 冯庸就提到了 古今中外时事漫画特点 就全部清一色的啦 都不会百分百反应事实 是利用hyperable 一种夸大的手法 去奉刺某些可笑的现象 夸张呢 是要夸张到所有正常的人 都认为是夸张才为之夸张的 万一夸张成为事实的时候呢 好像香港今时今日那样 在文明社会 奉刺漫画家若被提高 往往都可以用一种叫做 rhetorical hyperable 作为抗辩理由 也就是修辞式夸张 而夸张和抹黑的界线 就取决于正常名理者的判断啦 即是你们呢 旁听者 心至正常者 那这里 冯庸又加多句 而非心至异常者的曲解 那这里 心至异常者又是谁人呢 那跟着 似乎冯庸都有一些动气啊 以港官那种啊 好像猪头杂一样的理解力 今日专止漫画里面就有下架书店 那政府和特首 是不是又要出来 咦为何写着前特首呢 哦 仁酒茶梁振英 李家超没有出声的嘛 不知道 是不是又要冲出来 不是 不是数目字 是谴责 澄清不相信香港有一家轿下架书店呢 要画到 轻道都明的时候呢 倒不如放弃批评 哎 可能是的 但是大家都不想的 就是 尊子会不会 宋世杰封筆啊 你 不是吧 要不要封筆大典啊 好了 逢庸讲到 反正无论你说什么 都是批评就接受 不过打压就依旧啊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